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 调和材料 在正式施工前 我们先按包装左上角标明的20比5.5的比例 将20公斤干粉与5.5公斤的水进行调和 并搅拌均匀 调和后可根据客户的要求进行微量调试 调试好的材料24小时内必须用完 二 将调和材料受批 以薄涂审量的方法平批第一套 平批的时候允许有少量的漏底 三 第二次手批处理 待第一道平批干燥后重复再批一道干粉冻石 约五到六分钟 用铲刀垂直不规则刮出纹理 稍后即用批刀进行抛光平压 批刀需保持持动角度平压 四 上面涂 按客户选定的颜色 用滚筒将面涂均匀涂上 该步骤可做可不做 干粉冻石通过简易的施工 给我们一种适合营造新装饰主义 自然主义的各类空间 特别是用于山庄别墅 酒店 宾馆 娱乐场所 商业会所 等一切建筑物为外强大面积使用